好的,衔接第二集现在是第三集啊 我们来说通过刚刚这种方式 我们平流针第二行的时候再给它绕线评加出21针来 形成了一个大洞在这位置 不用理会 我们这个时候啊 所有针数就又已经恢复到多少了 恢复到之前我们几针的那个60针的针数来了啊 那么好了 恢复了这60针之后 我们依旧保持着原有花纹 继续向上往返往返织这个60针 记住了吗 好 那么这一部分实际上形成是你后背的部分啊 原款我们一共向上织了30厘米 看 从这儿到这儿30厘米啊 但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它是直就是挑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像模特的那个身形那样啊 我们高一些或者是胖一些 我们普通人嘛 对吧 普通人的身材一定跟模特有差别的 好 也就是这个位置我们要稍微给它增加 明白了吗 你最少要织35 如果你不是标准身形啊 一定要是35 然后或者是更多啊 甚至织到50啊 30到50之间都可以 明白了吗 好 这时候 原款我们织了30厘米 然后重复之前的动作 还记得哈 去中间相同位置的21针给它依然平流 给它穿在一个不同颜色的毛线上 然后这边还接着记线 把这边这一行剩下的针织完 然后反面再织 织到这儿 依然又给它平加出21针来 也是刚刚的操作 我们一共重复了两次 形成两个圆洞洞啊 这两个圆洞就是一会儿要挑支袖子的地方 但目前还不需要 好了 又平加这21针 然后又继续合成原来所有的针数啊 我们又变成了多少呢 60针啊 继续向上织 整个60针 按照排花 我们向上 一共给它织了33厘米 跟起头的位置一样哈 然后继续向上 当你的花纹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状态的时候啊 我们继续将这60针怎样啊 改至三厘米的拧针单螺纹 别忘了拧针双螺纹 别忘了 边沿依然是三针正针起头 三针正针结束 就它们俩是三针 剩也就是两反两正啊 然后三厘米完成 收一个小平边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效果啊 好了 平边收完了之后 整个围巾形成了 那么 说都不用说 我们就转土重来到了 转土重来 来到哪了呀 来到了我们之前那个大洞的位置 看到了吗 由于我们连这边在这边一共多少啊 这边21这边21一共42针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将整个的袖子的部分啊 由于你两边都是针数是有的啊 只是加针的这一侧你平加了21针 你平加21针再给它挑出来 用我们刚刚的那种加针的方式啊 它会有很好的弹性的 明白了吗 这边21针 这边21针 注意了 这两个位置 要给它多挑两针 为什么 因为不停的编织 不停的拉扯 这位置会形成孔洞 所以这两个地方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给它多挑几针出来啊 不必要约定的44针 你可以增多 两边这儿啊 各条多挑出三针来 明白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21加21等于42 42加6等于48 比这个多几针 没关系 因为比身 这就是给瘦姑娘织的啊 好了 我们挑出来的这些针 就环形向下 直着织了 注意了 你这时候会发现 你这个位置弹性非常的好 明白了吗 然后 我们要做什么 环形织的同时 注意 我们要按花纹织 实际上就拿这一组 花雷针啊 放在了正中间这儿位置了啊 一定要把它放在 宽锁的针 针数多的这边 因为这是上边啊 穿上以后 这位置刚好是什么呀 这花纹是在肩膀 当然了 如果这件衣服 实际上没有上下之说啊 你可以颠倒着穿啊 也就是 你要是另一种方式穿的话 花纹就在腋下都行 明白了吗 好 按照这样的方式 我们环形将你挑的 所有针数啊 一直向下之 直着知道啊 同学们啊 反针和中间这组花纹啊 给同学们可以 再看一眼这个图啊 花雷针 你看它的针数 中间指它啊 剩下所有针都指反针 要注意 反针 相对于正针来说 它依然很账针 明白了吗 尽管你支的是一样的花纹 你一行反一行正 支的是啊 比如说你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这样你形成的是一个 正针的平针的片儿 对吧 但是你量相同针数 那样的会少一些 这样的啊 你支的是反针 以反针为主 你量出来之后 居然会稍微的 胀一些针啊 好 大家知道它这个特性之后 就不用担心整个 袖子的啊 这个松紧肚子的问题了啊 然后我们将它 你挑的所有针 环形向下 一共给它支多少厘米呢 40 我看一下啊 46厘米 这个绿长一些啊 支完46厘米的长度之后 我们再给它支 4厘米的这个小边儿啊 拧针单龙儿的边儿啊 支完以后 在这儿给它平收 好了 很多同学说 不行我们要 那个发挥 我们的这个聪明才智 要积极地去掌握一些 小窍门啊 这样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有些同学 他是怎样完成的呢 先制的袖子 从这儿起的针 然后起完针之后 干嘛呢 制到这儿之后 打算把袖子 像普通衣服样 安在这儿 那你可大错就错了 整件衣服 如果你没有按照 编织的顺序进行 那么你刚刚的 从这儿开始 往这头支 将是一大败笔 只能这件衣服 当个皮肩或围巾 不能当一个小上衣 穿不进袖子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从这儿 向上一直支的 你支完了以后 怎样和正身连接 你无论用怎样的方法 都没有从这儿挑支 所有的直接向下支 那样有弹性 没有那样的舒适 明白了吗 所以一定要记住 有同学总是说啊 我会支好多花纹 我看一眼就会 真是说一句不大恭敬的话啊 可能是年龄比较比我们大一些 老大姐们 真的不是说 绘制所有的花纹 就是说对编织啊 非常的有研究 明白吧 因为花纹 现在大家都喜欢分享东西啊 在互联网上得有多少这样的教程 对不对 哪一种花纹 只要是掩饰 绘制毛衣的人都绘制 但是 你要了解每个花纹的特点 这个比绘制花纹更重要 其次 你要了解上下编织 以及缝合形成的最终的效果 与尺寸与舒适度 与花纹的展现的这种充分的程度 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在看教程的时候 不要颠倒编织顺序 好了 如果觉得整个教程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 非常感谢各位